近年来,社交媒体已成为公关专家工作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随着Facebook、Twitter、Pontrust及国内的抖音、 头条和微博等社交基础设施的出现, 再加上网络工具的多功能性, 公共关系专家的工作正在快速增长。 美国劳工统计局预计,2019年至2029年期间, 公共关系专家的就业人数将增长7.2%。 这期视频的主要内容包括 1.公共关系专家的日常工作和薪资范畴 2.成为公共关系专家的专业选择途径 3.成为公共关系专家的必备技能 首先我们看公共关系专家的日常工作和薪资范畴 公共关系专家的目标是为客户进行积极的宣传并提高他们的声誉 他们可能担任集团的新闻秘书、 通讯主管或小型非盈利组织的媒体专家等 作为一名公共关系专家 日常工作就是培养和保持与记者、网络博主等人员的密切关系 并创建于客户的形象和信息意志的基于网络的传播材料 其中可能包括故事宣传、新闻稿、问答采访、演示、视频脚本和演讲 其他职责包括在各种媒体问询 作为公司发言人直接向新闻界发表讲话 为客户准备新闻发布会、媒体采访和演讲等 公共关系专家的年平均工资为61,150美元 收入最高的25% 当年的收入为83,170美元 而收入最低的25%的年薪为45,480美元 第二点,我们来了解下成为公共关系专家的专业选择途径 大多数公共关系专家都拥有传播、新闻、公共关系或其他相关领域的学识学位 一、传播学 传播学因为与经济学、哲学、心理学、语言学等多门学科都有密切的关系 所以在美国高等教育中占据重要位置 传播学研究的是人与人之间通过特定的一些媒介的交流 因此它也是传媒专业下最基础的学科 传播学下面有一些常见的分支有 传播学研究、大众传媒、人际交流、组织沟通、传媒管理和修辞学等 全美传播学和传媒专业 在新闻周刊排名前五的学校有 马省理工学院、斯坦福大学、宾西法尼亚大学、西北大学和布朗大学 二、新闻学 美国的新闻学专业的划分非常细致 也是一个实用的研究领域 它训练学生为传统的报纸杂志、电视新闻和无线电广播 以及网络媒体等客观的进行研究 报道和交流 新闻课程通常包括课堂学习和实践经验的结合 使学生具备毕业后 直接进入劳动力市场的知识和技能 近年来涌现的新媒体专业 也在很多学校会单独作为一个分支 主要是指通过数字技术、网络技术、无线通信等 以电视、电脑、手机为终端 向受众提供交互的信息 全美新闻学专业在新闻周刊排名前五的学校有 西北大学、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南加州大学、北卡罗莱纳大学和纽约大学 三、公共关系学 公共关系学通常是大学里新闻与传播学院的一部分 因此公关专业可以与新闻或媒体研究专业一起学习一些课程 这些课程可能包括大众传播或传播职业介绍 以及媒体道德和传播化 公关专业的学生还参加专门针对其专业的课程 其中可能包括公共关系介绍、公共关系写作、公共关系策略和公共关系研究等 全美公共关系学专业在新闻周刊排名前五的学校有 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南加州大学、纽约大学、佛罗里达大学、杜兰大学 下面说第三点 成为公共关系专家的必备技能 学习公共关系专业不一定要外向 但应该有很强的人际交往能力 在团队中工作得很好 并且能够建立关系 公共关系专业的学生必须是有效的沟通者 必须有传播信息的愿望 从事公关工作 会需要撰写新闻稿 任写社交媒体帖子并进行采访等 因此应该具有很强的写作技巧和公共场合演讲技巧 以上内容希望能帮助到你们 如果你在留学美国的过程中遇到升学、转学、学术辅导和就业辅导等方面的问题 欢迎来私信我们 我们会尽量帮你们解答 同时我们每周六上午十点 都会安排一期精心准备的讲座 欢迎私信获取报名方式 最后感谢您的观看 关注、点赞和转发 我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和订阅